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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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经常觉得很容易累、头晕 嚴重起来走两步路都有一些不能呼吸的感觉 有这些症状可能是血气不足 都有机会会是轻盈贫血 但对于一些重型地中海贫血的患者来说 除了会经常出现以上的病症 他们还需要长期输血才可以续命 今集《最强生命线》会和大家看看 患有地中海贫血的人 这个病对他们生活有多大影响 现在准备回医院复餐输血 大概三个星期就要去一次了 Grace是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 由三岁开始需要定期去到医院输血续命 每次入院之前都会吃定早餐 因为每一次的输血程序 预计需要花七个小时或以上 才会完成 一早可能九点多小时入院 也要四、五点 有时久了五、六点 可能也要八、九个小时 一包包地下 每包都要两至三个小时 一路等它下完之后 就可以离开 时隔三个星期 Grace又要回到医院输血 每个月需要定时定后地去医院 Grace一点都不觉得麻烦 反而会很期待 因为在输血之前 她说整个人都会觉得很累 好像没电了 其实是很累的 而且会面青一点 面色也会差一点 可能上班、工作也是很累的 你好像只是很想睡觉 很想休息 但休息也不觉得自己好了精神 当然这个是盐水 我帮你通一通 通不通? 不通 输完血等于充足电 Grace现在整个人都醒神了 那输了血之后 其实一路你都开始觉得自己 精神一点 我估计过 还有个人的心情都会好一点 因为你觉得 你有动力或者有力气出去 你都想不如约下人出去 或者上班那些都会起劲一点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的贫血 由于贫血会影响大氧的功能 患者没办法正常运送氧气 去到全身组织和器官 所以在输血之前会觉得很累 和面色苍白 因为身体不能够制造足够的血龙蛋白 令到酷血球有足够的带氧的功能 正年人的血龙蛋白 其实有两对的猪蛋白链 若果基因缺陷是在甲型的猪蛋白链 我们这叫做甲型的地栽贫血 若果缺陷是在月形的猪蛋白链 我们就叫做月形的地栽贫血 这就是两大类的地中海贫血 在香港有近百分之十二点五的人 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攀带者 即是相等于八个香港市民里面 就有一个 若果父母本身只是轻型地贫患者 他们的子女就有大约四分一机会 同时遗传了父母的病变基因 从而成为中型或者重型的地贫病人 轻型地贫血其实是正常人 他们不需要治疗 他们唯一就是生育前 要做预防 其他重型地中的贫血就一定要治疗 通常他们病发是大约六至九个月 就是在婴孩的阶段病发 就是贫血 就是严重的贫血 他们就要靠每个月输血治疗 对于重型的地中海贫血患者来说 除了要终身定期输血之外 还要面对其他难关 因为地贫患者的骨髓会特别活跃 在分解红血球之后会释放铁质 所以Grace定期都要像灰姑娘一样 十二点之前回到家打针随铁 从小时开始打针到大 但当你找不到位置再打针 或者你会觉得 一小时每晚我都要打针 那时其实我自己都会很不开心 有少少都经历过有一阵 都觉得很绝望 医不好那种感觉 还有有时看到血库 不是经常说不够血 那你这个人还会觉得 死了会不会没有血输给我呢 不输血我会死的 不打针我会死的 当大量铁质积聚在身体里面 严重的话有机会出现胆石 脾胀发大 甚至是心衰竭等的病发症 所以即使多辛苦都要忍住 其实整晚插着针都是挺不舒服的 你其实打针是很难医 有一个很好的医重性的 因为你遇到少少东西 你就会让自己很… 那不如明天再打吧 不如明天再打吧 今天又好像很热 算了不要打了 然后后天又觉得很短时间 明天又要回很早 那还是不要打了 那之后你就会… 每天如是 你就会让很多藉口自己不打针 这样 因为其实这样一路打下去 其实是挺痛苦的事 除铁针每一晚最少要打六到八个钟头 才可以令到铁质指数回复正常水平 Grace的哥哥都是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 正正就是因为病发症而离开了它 所以每一次 当Grace想偷懒不打针的时候 一想到哥哥和家人 就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地贫病患者是很紧张铁质指数的 因为如果铁质越高 你的病发症的机会就会越大 其实我哥哥也是地贫病患者 其实他离开了我十年 他的过程是很突然 有一天其实他睡不醒 那就离开了我们 其实也是地贫副作用 令他的铁质积最开心 那就离开了我们 所以这个病令 我觉得人真的会死的 你下一刻也不是必然 所以我现在有很多事情 都不会计划得很长远 所以都是觉得珍惜每一刻 做好每一刻先 除了要经常进出医院 Grace说地贫对于她的日常生活 带来很大的影响 由于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理解这个病 她觉得很难去找另一半 连找工作也觉得很困难 我也碰过几次钉 最初当然是小时候不知道 怎样找到工作 那就算了 当然不要说太多 请了之后 原来请假是很困难的 所以又不太知道 怎样跟僱主交代 曾经有一份工作 其实我没有说要请假 那僱主就跟我说 其实原来她很介意 员工一个月要请一次假 Grace现在在社区中心做社工 负责青少年辅导工作 她说很难得 可以找到一份 这么有意义的工作 而老板和同事 都接受她有地中海贫血 她自己很乐观去看这件事 但我想这个都是 我想不多不少 都是一种生存的方法 就是你要尝试 乐观点去面对这件事 但我想最大的影响是 她都会想 不知道可以有多长命 所以很多事情她都会再当下 你可以说那些是悲观点 因为她会觉得 我都不会这么长命 她经常跟我说 我不知道做多少年 你作为朋友 你作为同事 你看到会很心痛 但其实我又觉得 都是现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不知道自己可以生存多久 每一节输完血 Grace都会很感触 原来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对Grace 和一众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来说 是延续生命的真品 空气和血液对于一个人来说 其实是基本生存的条件 但是不是必然 其实你是会没有血的 而且你是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会没有血的 我是很感激 三五四七都肯 一针捐血给我们的人 其实我很绝望的时候 我是想 那你怎样对得住 捐血给你的那些人呢 其实 他真的不懂你 但是他愿意为你吉祯 愿意为你捐血 我看到他 我唯一能够报答他的东西就是 我要好好活下他 捐血除了可以捐赠全血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叫成分血 每隔两个星期就可以捐赠一次 相比起全血 需要隔三至四个月才可以捐赠一次 成分血的捐赠次数就比较频密 顾名思义 全血即是血液包含着所有的血液成分 包括红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三种 而成分血就是黄色这一包 只是需要捐出血章和血小板 其他血液成分 例如红血球等 就会输回去捐赠者的体内 我们有一些叫成分血小板 是会大包一点的 一般正常市民捐赠的血小板 其实是一包比较小的量 差不多要四包以上 才足够一个成年病人做的治疗 如果成分捐赠的血小板 一包就等于四包以上的分量 尤其是血癌病人 他们的骨髓做血小板差 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是位于杭文田24小时运作的 输血服务中心 一早上 红十字会的职员 就会忙着分担发血给不同的医院 所有市民捐赠的血液 都会回到总部 做一些不同的处理程序 包括将他们的血液 分为了不同的性分 另外他们的血液 会做一个传染病和血型的测试 这两样的处理程序 他们要全合格才可以将血液的功能到医院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他们的身体血液需求都有部分增长 尤其由小朋友到成年的时候 他们身体增长了之后 香港捐血总人数达16万人 不过随着人口老化 所需的血液会越来越多 红十字会呼吁市民要定期捐血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捐血救人 有机构说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 对于地中海贫血患者来说 捐血者可以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我觉得捐血是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其实只不过是在你身上拿走一点东西 但之后也会补得回的时候 其实这个有意义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Gilbert是恒常捐血者 他由16岁开始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去到现在已经捐了24次血 那时候就是在中学捐血的 那次为什么会想捐血呢 其实一来就是学校那边 就有鼓励我们去捐血 二来就是我自己读理科 其实在读生物堂的时候 也有说过血量都会有一段时间 就会代謝 那其实如果我们在代謝之前 不能够捐血的话 其实也是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今天Gilbert又来到 捐血服务中心捐血了 消毒了两次了 那麻烦你先让药水干了 好 还有手伸直不要屈 嗯 OK 我待会帮你入针 好 不用紧紧的 好 那现在开始帮你入针了 都有定期在平时的时间去捐血 很多时候都会去不同的捐血站 那里捐血 那样 那其实刺的那一刻 其实是有点痛 好像被蚊咬那样 之后其实都没什么 那现在捐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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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都习以为常了 其实每一次捐血 只是会捐出血量 大约350或者400毫升 佔全身总血量百分之八 李作广说 由于地中海贫血患者的身体 没有足够红血球和血红蛋白 因此患者需要每四个礼拜 接受一次输血 舒缓贫血现象 所以血包对于他们来说 是生活的必需品 为什么要捐血呢 因为临床来说 因为病人很多时候 都需要血液的治疗 很多时候病人都可能不察觉 其实他们需要血液的治疗 在一部分 除了一些 譬如长期需要的病人 譬如一些重症地中海贫瘤的病人 或者血癌的病人 他们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其实他们的骨髓 做不到他们需要的血细胞 对于捐血者来说 都会尽量吃得清淡一点 像Gilbert那样 他会少喝点咖啡奶茶 以免有机会影响到 血红素的指数 甚至是捐不到血 捐血之后 又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捐血之后 除了那一刻刺那一刻 会有点痛之外 其实皮肤也没什么特别 反而真的需要多喝点水 因为有时会觉得会口干 在饮食上 我尽量会多吃点肉 或者是吃多一点 一些补充到铁质的食物 多数都会牛肉为主 都会补充身体流失了的铁质 都会建议如果 如果吸血的人尽量吃点食物 不要阻碍铁质吸收 譬如不要喝太多农茶 咖啡 太多高钙的食物 比如加了钙的奶类产品 甚至乎钙的补充剂 要尽量避免 另外当然不要喝太多酒 因为喝太多酒的时候 有机会的铁质吸收都会被影响 而医生叫你吃铁丸的时候 尽量同一时间不要吃太高钙的食物 譬如你吃铁丸的时候 不要同一时间去进食钙片 或者钙的补充剂 或者我们都不建议 用牛奶去送那粒铁丸一起吃下去 不然本身食物里面的钙质 都会影响铁质吸收 所以都尽量避免 我们常见的香港人 都是缺帖性贫血 其实有几个营养素 可以预防贫血的 包括铁质 维他命B12 叶酸 和维他命C 我们经常听人说 就是说我们要在肉类里面 吸收一些铁质 比如红肉 比如牛肉 羊肉 猪肉 甚至海鲜 比如蠔 蟹蜆这些食物里面 都有丰富的调质 众议认为 气中有血 血中有气 气与血不可须如相离 气血的关系物不可分 如果气血不和 便会百命重生 一般香港人生活紧张 休息不够 饮食不折制 都会令到他们 遇上不同的血液问题 例如是血虚 血雨 血寒 甚至是血热等等 而西医所说的贫血 和中医理论里面的 血虚很相似 当贫血越来越严重 血虚的情况 便会加剧 很典型的 面色会比较淡 它放下眼黏 那个颜色就不够红 它一些 比如说 按下去的手指甲 你会见到 那个回流能力是慢的 甚至是淡色的 这些我们都会当做 血虚的一个症状 我们会分层次 真的到虚就比较厉 虚我们会问一些症状 比如说你会蹲起身 那一刻由于血上脑不够快 有些眼花花 甚至厉害的 会不会容易 一抓一下就容易脱头发 这些都是血虚的症状 就二世华 要改善气血问题 首先要疏通经络 否则会出现虚不受保的情况 气血究竟好不好 基本上我们一定要留意 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是否唱通 有时它不是不韦 有时它不是不能 就是它不是不够 它是不唱通 它有但它去不了 第二个就是它真的不够 不唱通 但它足够 一般我们中医有很多方法 在最表层的 我们会有刮沙 拔罐 推拿按摩 这些是疏通经络 它只会唱通 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自己在家也做得到 例如是烤胆经 透过刺激胆经 促进新层代謝 强化消化功能 有助提升气血 如果我们要自己帮自己 或者家人帮我们的时间 首先要折身份 因为我们人的经络 是有特定的分布位置 那么胆经正正就是分布 在人的外侧正中 那么我们胆经是由头去到脚的 那么我们敲胆经的时间 就不用整条都敲 我们只是敲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会选择一般是大腿 这段位置 那么我们就分四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横跳穴 横跳穴 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点 就是我们整条骨骨 我们分三点上中 那么敲的时间 我们要用一点点力 拳头 不要扎实的拳头 我们是空心的拳头 然后拍下去 四点顺着地拍 像这样 拍的时间力度要均匀 速度要一致 那么敲的时间 你会发觉 当你敲的时候 你的脚要有时酸酸鼻鼻 这个都是属于正常反应 那么每边要敲多少次呢 一般我们建议就是三十次 三十次轮流这样 顺着敲三十次 敲完左边敲右边 那么每一天做一次 拍打的时候力度要均匀 速度要一致 当肌肉出现酸酸感才是正确 每日一次 每次敲打三十个循环 三十次的循环 这样叫一次循环 第二次呢 第三次 如此类推 持肢以行这样做 胆经自然会慢慢畅通 胃口和睡眠质素都会有明显改善的 在日常保健方面 推介大家饮用这一款清血汤 黑木耳红棗花生汤 黑木耳又名血管清道夫 有益气和血的功效 每日喝一次可以降低血黏度 亦都有助养血抑胃 延缓衰老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